奇妙的感动但愿你挥动 我愿和你撑着感动 奇妙的感动但愿你挥动 我愿和你撑着感动 我愿和你撑着感动 亲爱的导师亲爱的各位超马家人大家晚上好 我是景津今晚网络圆百人生经营会的主持人 因为爱感恩这姻缘让我们全球的超马家人在空中相会 一起在爱中共振在感恩中连结 我们今晚将导读的是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一本生命之药解开你我千年你我 我们今天将导读第16章赶紧扶下救命单 感恩今晚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 新加坡台湾上海桂林的分享嘉宾 那我们将导读课文在分享心得 或者是近期的实证严顾心得动动 一起来见证分享透过实修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所教导的方法 生命的蜕变成长和喜悦 好那首先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新加坡的慧凤姐 给我们导读分享第一段至第二段 哈喽景津 听得到吗 有非常清楚那交给您咯 好谢谢景津主持人 自新闺蜜领理太阳身的导师 感恩宇宙前帝感恩太阳过风 亲爱的超马家人们你们晚上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慧凤 现在就为大家导读第一和第二段 不记得是2005还是2006的中秋节前几个礼拜 有一天一位朋友匆忙的打了通电话给我 他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在台湾 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进入了家户病房 医生宣告能够救回的机会不超过5% 而且已经请他的家人做一些签字的准备动作 我周围朋友的朋友定居美国 是一位孝 因为他的父亲的身体状况令他夜晚都无法入睡 教心使来为父亲送念地上菩萨本愿经 在那段日子他总是以泪熄灭 当我听到朋友叙述这样一个现代效果的故事 让我觉得如果有能帮助他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那一天朋友打电话给我的主要原因 就是来我这里求解药 看看有没有一线希望可以帮助那位女生的父亲 把他同鬼门关前拉回来 当时我一口答应了这个要求 虽然我与他数位平生 但是笑可感动天 因为他的一份孝心 我一心希望结局有所转变 可以不为及鼓励他 因为笑所付出的一切 为了让事情进行顺利 我委托朋友在中间当传话筒 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这位朋友照着我的话 立刻完成几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这位女生确实做完了 他必须要做的努力后 已经是德州的礼拜一 那时他的父亲还在加护病发 随微的程度几乎在任何疫苗 就会走完他这一生 但世间上的事情很难用科学解释 毕竟人类知道宇宙系统里面的秘密实在太过有限了 隔天星期二的下午 医生通知了他们的情况 突然好转 扶腰直升 预计在礼拜三或四 就能够转到一般病房 而且后来 果真如实的在礼拜三 转进一个一般病房 更奇妙的是 他父亲像是吃了不得了的特效药一样 竟然就在礼拜六 那天出院了 到自己的家里 导读完毕 现在开始为大家做分享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今年1月17日 就是慧凤在超级生命一周年了 通过这个实修实练的过程 这一年就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 那就在这个星期一 就是慧凤人生的一个难度极高的一个考试 那星期一早上 父亲在家人毫无心理准备之下 就像暗睡中很安详的离开了 那感恩平日的模拟考 那就能让慧凤人借识练心 锻炼出自己的心性 然后能尽终生日 生事 然后遇到这样子 看似好像排山倒海 突如其来的这个事件 我的心当下是没有太过伤心 就只能稳住自己的心 然后稳住这个能量场 然后以客观和理性的角度去思考 然后可以把一切看得很清楚 把重点抓住 那也是很感恩 有导师还有天地的眷顾 那在这个安排这个父亲的后世的过程 我就一直调动这个爱与感恩 也感受到天地的慈悲 这个安排的过程都有天地的download 因为有及时的资讯 还有的助援 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 而且这个也是让我可以一切重解 那在守灵的这个期间 汇凤跟老公都积极是营造一些比较正面的气氛 都在进行着我们的亲朋汽友 就要看得超软一点 不要过度悲伤 所以现在因为父亲已经搭上这趟超满爱的列车 已经现在走完了他人生 今生需要走的路 需要去搭上下个舞台的列车 让我们叫你多一点祝福的心 送他一路好走 那汇凤的老公也把握机会 与来到灵堂上调宴的亲戚朋友结缘 因为父亲生前最喜欢 与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个集体分输活动 与善良的友缘人结缘 那原本父亲这个礼拜天 就是今天也会跟我们一起分输 那心里也想说老人家应该不会反对我们这样子做 那在送往父亲的遗体到这个火葬场的时候 这最后一段路的路程 那汇凤还有老公也参了三遍的感恩十句记 那在汇凤为父亲的这个简短的这个哀悼史中 就希望亲戚朋友不要太伤心 因为毕竟父亲已经修了超级生命运 生前已经抗开了许多 所以我们应该祝福父亲 多祝福父亲一路好走 那很感恩父亲有福气接触到超级生命力 虽然这个天人永隔这一幕 就让汇凤深刻体会到 有时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那父亲之前一直跟我们 生前一直跟我们参加这个集体的发述活动 因为很感恩有机会 可以参加导师的两次的课程 在吉隆坡的课程 7月跟上个月的12月实修实做课程 这父亲在8个月在超码的日子 他是非常期待 还有踊跃参加每一次的发述课程 他发自内心与有缘人分享超码 每一个次的活动都是能量满满 自从修了超码以后 汇凤也是以放下对双亲父母 诸多以前的埋怨跟固满 那介于超码 然后修复我们父母 父女之间的 之前的一些不圆满的课题 那我 汇凤也是与父母一起 踊跃的参与超码的活动 然后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在享受与父母的相处的时光 还能一起行功利得 真的是两全其美 那还有今天又再说到天地的礼物 因为今天是父亲去世的第七天 早上就跟母亲一同去拜祭 原本父亲的那个陶瓷照片要粘在那个 那个摊位那边是需要大概一个月才能做成的 谁知道今天去的时候 那个人就那些负责人就把我们安装好了 我看到其他的那些看位的位置 有些晚生者已经过世两个礼拜了 照片都还没按上去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天地一切的安排 那呢 就在此 就祝福父亲再往下一个舞台当儿一路好走 贵凤只会记得你的好 感恩您对女儿的关爱 希望您能把在超码所学的观念 还有导师所教导的落实在你下一个人生的剧本里 落实爱与感恩 敬而圆满 您未来的生生死死 谢谢景景 我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 好 非常感恩贵凤姐的导宗云分享 那景景刚刚也是在那个台湾 天文化外那边看到贵凤姐的心格 才知道她家里发生的事情 但我真的非常感恩贵凤姐 她没有推迟静静静的要女儿 还是 就是按照着我们原本说好的 来上线跟大家导读分享共振 那正好也对应到我们今天导读的这两段 百善效为先 效感动天 真的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珍惜眼前的一切人事物 珍惜当下的这个人生 更要感恩人生舞台上配合演出的每一个人事物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灰凤姐的父亲 好 那接下来呢要我们导读分享的同学是来自桂林 那这位同学呢年纪轻轻就接触学习超级神秘密码这个交易系统 那不但改善了与家人的关系 还有生活上的人一人之间的应对 进退 那我们现在要请逸琳来我们导读第三段至第五段 请逸琳姐有听到吗 有非常清楚 好 好 导师好 导师好 主持人好 全球现场超级家人们好 我是依林 很感恩主持人 请逸琳姐给我这次导读分享的机会 现在为大家导读第三至第五段 当这个结果真正发生在这位女生的面前时 她对我的朋友说自己感 自己感觉到莫名的感动 因为这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在不到十天的时间之内有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情节实在难以拿用一般的思维猜想 简直就像连续剧的剧情发生过程一样 这位女生通过我朋友想要问我究竟如何来打谢我 我说就是因为她的孝心感动了天也感动了诸多友情 所以我勉强 我勉励她继续要保有这份孝心 一有空就要不断的送面地藏菩萨本愿经 将功德回向给她的父亲 如果能够继续这样做 那么她父亲的羊兽会随着她的孝心而有可能有所增加 但如果就这一次奇迹发生没有继续动作 那么这个好紧暂定只有半年 这位女生的父亲在回到家后 简直奇迹似的身体康复的进度和状况 只能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不到半个月 但不但中气十足 而且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生过病一样 让她们所有的家人和亲戚都认为这种康复的进度 几乎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过 但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后 这位女生还是透过我的朋友再来询问我一次 究竟她有什么可以报答我救她父亲一命之恩 我说这些都是因为因缘生 有没有感恩 有没有恩德不必挂在心上 要使她有没有孝心 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父亲的康复而忘记了我对她所嘱咐的注意重点 经过一再的委托后 这位女生送了我一盒月饼表 是她心中对我的敬重之意 这件事后 因为平时事务繁忙 我就没花太多的时间继续追踪 一两个月后 有天遇到我这位朋友 我问她这位友人的父亲现在情况如何 这位女生有没有继续帮她父亲造功德 增添严寿家族的动作 我的朋友回答说 因为她父亲回到家后 很快就像没生过病一样 所以她家人不但忘记了当初我对这位女生的嘱托 而且人人都认为她父亲之所以可以迅速恢复 是因为他们找的医生住的医院都是使用最先进的设备以及科技 她有可能从家户病房一下子就转到了一帮病房 一下子就出院了 又一下子看到她的父亲身体健康的程度像常人一样 所以那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份功劳应该是现在的医学科技 只是她父亲的运气好 遇见了这些医生和所住的医院 还有后来的奇迹 导读完这三段呢 因你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刚刚这三段里导师有说到 父亲之所以能康复全都是源自于女儿的孝心 送念地当菩萨本愿经将功德回向了肯父亲 但在后面却因为忘记了导师的主 不得注意事项与重点 反而都认为是因为找到了好的医院遇到了好的医生才有的奇迹 这样因你也想起了导师有说过 在超马系统修行呢 真的是好的太快了 但往往就是在好的当中呢 很容易就随着就有的习性而忘记了当初的信誓荡荡 别让你提悟到是不能办妥肥也要坚持 做人呢也是不能忘本 而这个本呢 因你能理解为是人之初性本上 这一份善良感恩的心是不能被压在故地 在入到超马之前 你与母亲的关系真的是很不好 只可以用冤家来形容的 我说不到两句话就会觉得心浮气躁 就是互相赌气呀吵架呀 有时候母亲还会很关心我 但我却体会不到 反而觉得母亲很凡人 但这些却都是母亲的爱 只是自己的思维念头却卡住了 根本就卡不到另外一面是爱的那一面 就是将我执就放的很大 就是认为父母就是您所应当要为我付出的 根本不会去感恩父母 一直就是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而且都是很负面的就是负能量 遇到很多事情呢 我都是会往负面的去想 结果呈现出来也都是不好的 真的很感恩老师感恩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生命使用手册 也很感恩蔡里徐老师的弟子柜 让伊尼有了180度的转变 打开了新门以后呢 福就自来了 现在在生活中也去营造 然后落实导师所教导的 还有弟子柜也落实爱与感恩 真的每天生活了真的像是在美丽的天堂 很富足与幸福 在自己改变了以后 影响下父母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也变得很可爱 就是在家庭当中也相处的很融洽 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圆圆相抱的感觉 真的很感恩父母给予的爱 真的是当正能量进来时呢 一切都是在不求自得 导师也教导过嘛 也要有时只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要好好珍惜 要坚持不懈 在这里很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景清姐 也祝愿所有的超马家人呢 希望在新的一年的祝福都属于你们 也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伊林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老感恩伊林的导徒与分享 那刚刚听了伊林的分享呢 就要紧紧提供到 就如同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 人生几何 花开花谢见 珍重聚疼 有时想无时 人生几何 那其实一切都是音缘声 音缘面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把握 与探生的导师的缘分 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音缘 那如果错过了呢 真的是再回头 也是百名声 那刚刚我们早读的这三段当中呢 也让我们提出到了 当个人真的让剧组的时候 就会贵人显现难题拥解 那同时呢 也一定要记住 保住出发心 感恩来时路 不要把慢着彩卷的大意给丢了 那在第三段 老师也有提到 对 要常常提醒自己有没有孝心 那孝的本质呢 其实就是不忘本 要饮水思源 要渺渺感恩 而且是真心的要表感恩 好 那我们非常感恩于林的分享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 宜兰的阿中 为我们导读分享第六和第七段 以及分享他最近的 时修时正信的 欢迎阿中 请问今天姐听得到吗 OK 很清楚 交给您哦 好 老师好 全球超马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宜兰阿中 现在为大家导读第六段 第七段 我当时笑了一笑 以重心长地希望我朋友 带一句话给这位女生 提醒她千万不要把我所祝福的重点 忘记或者是带过了 我并且对朋友说 如果她的家人真的忘记了我所交代的重点 他们不但觉得可惜 而且不会再有姻缘 再有机会 再有多余的时间 等待在将来可以有救她的父亲 有人可以救她的父亲 当时我只觉得相当叹息 为什么世上就有人的智慧是看眼前 而不能用灵性以及神圣的角度去推敲事情的结果 之前花的那些力气把她父亲从鬼门关前拉回来 如果就这样子让她多待半年在这世间 真的觉得有些可惜 但毕竟她父亲未来会有怎样 会有什么样的后续 那是他们兄弟姐妹间 在认知程度上的决定 以及意见的结果 那天以后我就真的忘记了这件事情 到了下一个春天的某一天 我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 对我说她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父亲 果真如我所说 半年的时间就突然离开了世间 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好像是按了时钟一样 让我这位朋友深深感到世上的事 还是有着她虚幻默设的一面 半年前 在她父亲刚回到家的时候 身体的重变康复的程度 是令他们欢欣呼 当时谁也想不到 竟然竟然竞争了在半年的时间之后 她的父亲还是一命乎乎 离开了此生的旅程 从这个真实故事所引申出来的一个重叶 人海中 偶然 必须同时要有 特别留意的 那就是不忘本 我们多人常说的 淋水湿源 里面所生产的重叶 是任何人想要完整 比走完这一生 比终身座有名 感恩 透过这两段的道路 在第六段有特别讲到 老师特别对这位 这位求知 所讲到的 如果她的家真的忘了我所教 你不会再有音乐的机会 再有多余的时间 我这么于衷心 才能说出这句话 就让我想到 我们每一次在 往后公秀也好 或是在导师的 Q&A的故人当中 有这么多的家人们 像导师 问了解放 当获得了自己的此生问题 游解之后 就很容易忘记了 原本所允落的 原本所 让自己 跟超级密码这一条路 擦肩而过 而是 自己能够更加提升的一个机会 以前 我常常听 初一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太阳深的导师 就好比是站在101的高楼大厦上 而我们就像是站在12层楼的 楼层 所看出去的风景 跟太阳深的导师 所看的风景 绝对是不一样的 而导师会提点我们的 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 而且是需要去审慎 评估的事情 但我们时常是 因为看不到 而没有人家的信念 而让自己错失了这份机会 这一段话 让我真的特别有感觉 然后再来 在第二段 特别有讲到的 在茫茫人海中 所有人都必须要特别留意的 那就是不忘本 我们中国人 常常说的 隐瞬识缘 以及到最后的 绝对是任何人 想要完成 你走完 这一生必备的 终身作用 其实不忘本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人们常常都是 在得意的时候 容易忘形 然后在失意的时候 容易要穷困了倒 可是在穷困了倒的时候 董事会想到导师 人家当在自己吃香喝 却从来不会去想到导师 这也是导师 常常在网路共修 一直在耳体 面密的提醒着我们 因为只要我们自己 一忘本 一得意忘形的时候 那就必定是走向 地域之路的态势 这是非常的重要 而在这两段里面呢 尤其这一张姐 赶紧服下救命单 其实也让阿宗 真的很有感觉是 当初妈妈在车祸的时候 因为妈妈本身是一个 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而那时候呢 当车祸当下 我是立即干 因为妈妈那时候 腿断掉 然后医生说应该要休息 一到两年的时间 没办法工作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就心里是很担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就非常的笃定 认知 只要透过导师 所著作的超级 生命密码词书 以及呢 所学习的这些保健概念 就可以让他有所改变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透过 在医院就开始 放着看上 真的导师的歌曲 然后呢 真的 妈妈从一开始的 听的会烦躁 到后面她会自己主动 觉得说没有听很奇怪 甚至会主动把 歌曲的充电 的那个播放器 拿去主动充电 甚至告诉我说 其实音乐应该放大声一点 听起来比较舒服 其实这个的转变 也让我们感受到 其实导师的歌曲 导师的书 导师的著作 都是有能量的 而只要我们用对方法 而且寻寻善诱 绝对都可以让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朋好友 扶下这一颗救命的鲜蛋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成为 那个最佳的model 才更能够影响到家人 影响到亲朋好友 然后这也是我自己感受到 最深的地方 那最后也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透过每一天的读书 每一天的一个 心得的书写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每一天晚上 花那三五分钟 沉浸自己的心 可以让自己找到今天 到底有没有得意忘心忘本的之后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立即提醒自己 再隔一天呢 就能够让自己再重新开始 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导师一直不断的 在功修课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懂得 每天要写心得 因为只有在写心得的同时 才是跟自己做一个对焦 那以上呢 就是阿中的分享 非常非常感谢 紧静的邀佑 以及感谢 全球超马家人的聆听 谢谢感恩 好 非常感恩阿中的导主与分享 那刚刚透过阿中的分享呢 也没有紧紧提供到 这个我们要把自己成为最佳的model 那静人呢 那静人呢 才能够让其他人看到我们是最佳的榜样 你想来学习超级生命运达系统 那 太尔佑的导师的所有的著作 还有创作歌曲呢 都是有更完美的正能量 还有当中的隐形密码 那静静的家里呢 也是 就是经常都会播放这导师的歌曲 那真的是会有助于改善整个環境的这个能量场 好 那我们刚刚导主的这两段呢 也让我们提悟到 结果我们的眼光呢 要放长远 那格局要放宽 那很多事情呢 都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外观去判断和思考 那导师常常告诉我们 要自己去做实验 所以当我们打开新闻 真心诚意的去做实验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 其实一切呢 都是非常的科学的 那在这里呢 老师也是一再的叮咛我们不忘本 不忘本呢 我们才能够调动起感恩的心 那感恩的心可以启动爱的正能量 当一个人适合于天心 自然是和天地相连共振 时时刻刻都会得到天地的祝福与家族 好 那接下来呢 要我们分享导徒的嘉宾呢 是来自吉隆坡的King 那基金跟King呢 也是因为超马而节约 看着他因为超马改善了和家人的关系 而且生活的各个主题呢 无论是健康 事业 都足以免满 那我们接下来 欢迎King 和我们导徒分享第八至第十段 哈喽 景金听到吗 OK 很清楚 好 导师好 全球的超马家人 大家好 那我接下来导徒 接下来的三段 在这本书的前面招节中 我隐隐约约的唤起了 每个人生命中许多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趋极的诸多方法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救命单 有缘的人见到他 不但会加倍珍惜 且会抓住姻缘 时常谨记在心 勤加练习 这是一份重要的缘分 只是究竟会吸引到谁来销售这一份福气 除了要看你自己的决心以及智慧外 其中必有定数 无论怎么说 如果你是一位不忘本的人 在你的生命时长里 是比较容易从这本书得到许多的帮助 因为不忘本的人才能够容易调动其感恩的心 也才能运作自如地将本书中的精髓 完完全全地化作自身成长的一片动力 却确实实地接受宇宙智慧的开启 与天地自然间的加持 也就是说 基本点先掌握好 才会比较容易造就出某些不已得到的成就 如果过去你曾经忘本 但是在这一刻 你已经感受到过去的无知与不对 那么就老老实实地把唱鬼汤 唱鬼汤尽情喝下 时常谨记自己所做的改变 千万不要再自断姻缘 到最后悔不当初 因为在这 因为在世上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令人在当时无法理解或揣测 但在境界来临的同时 才恍然大悟想要珍惜或拥有什么时 经常都是为十一万 我知道未来会有许多人 因为这本书的观点 及所教的方法 让他的生命像是彻底的换了一个人一样 但千万要记得在一切顺境来临时 千万别像中了奖券 却丢了原来穿着去买奖券的那件衣裳 因为要去领奖时 真正中奖的奖券 或许还在你丢掉的那件破衣上 如果在你看到这本书所教的所有方法 自身不但认同 而且一心想要学习及练习 但每次到练习的时候 就有许多外物或者各方来的阻挠 如果有这么一点迹象时 你必须要用最真切的心 做最深层的忏悔过去 忏悔越仔细越真心 你就越容易走出现今的阴霾 迎接崭新的人生 如果总是是真非真 好像又在犹豫中 想要事情有什么奇迹发生 到最后必定世事落空 令你万念俱善失望万千 在这三段里面 就有提到说忘本 还有我们在当时无法 在有一些情形 有一些事情 会令人在我们当时无法理解 或揣测 然后再让我想起 我在去年 应该是去年年头 加大阪跟两天一夜的 因为爱生活经经营 当时我记得我们第一晚 就是导师就有播放超马的音乐 然后就叫我们想着一两个 我们不能够释怀的人 或者是有纠结的人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很奇妙的经验 就是我明明想着的是 其中一个我觉得有纠结的人 可是后来出现的画面 竟然是我的哥哥 然后我从来不晓得 原来我心里面有这么 这么的一个纠结 然后就是一幕幕的情景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就突然间很多画面 就想起说我的 我的其中一个哥哥 对我 就非常的支持 在我大学念书的时候 然后 可是在他要成家的时候 因为家里的房间不够用 然后他就有请我搬出来 到外面生活这样子 然后当时就 因为当时的我 没有办法接受 哥哥对我的这个请求 所以就 对我的哥哥 兴胜了很多厌缘 跟怨恨这样子 当时在大阪跟 老师在带领这个音乐 跟 在每一首歌的开头 跟结束的时候 就有一些威严大义 然后就真的是让我 就当晚就 真的是泪流满脸 就 真的就好像 刚才我们念到的就是 在当时我们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 那其实是 当时自己不够懂事 不够成熟 那所以就没有去 理解到说 其实我们长大了 其实跟家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嘛 那其实如果 当时我可以给哥哥 多一点体谅 跟主动的去配合 那其实这件 这个这么深的误会 就不会发生 然后当然我在 在上了大阪跟宋文银回来 过后我就写了一封 很真诚的 道歉的信给我的哥哥 当时我因为害怕我的哥哥 收到我的这个 道歉的信 他会吓到 那其实我 有请我的一个好朋友过目 那我的一个好朋友说 这封信看起来还蛮吓人的 好像是一个临终的什么医院 这样子 因为可能一般人 他们不晓得我们 怎么会突然间 有一个这么深层的 自行跟检讨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就 有列作修改 然后采发给我哥哥 然后就 也很奇妙 就渐渐渐渐的 我们的关系就改善了很多 然后这次我在秤 因为我听 一些超马的朋友 他们听了地址规 然后就有跟他们的父母 跪地进茶感恩道歉这样子 那我这次去年年尾 我就趁我妈妈生日的时候 我就回去帮她庆祝生日的时候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机会 就趁她 比较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我就倒茶给她 然后就跪地向她进茶这样子 那很常规 那是我第一次倒茶给她 然后我妈妈也 稍微有一点惊讶 那我就说 没有我就是要感恩她 对我的养育之恩 跟道歉 我做的过去那么多年来 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当下 妈妈就马上说 OKOK 就是她也有一点紧张 但是她一次就说 都OK这样子 然后我当下 我当下我听了妈妈的这个回应 我就想起了 蔡里旭老师在地址里面讲的 片底下 妈妈最好片最好哄 然后就虽然这个动作是很很简单 那其实我做起来 我也觉得还OK 也不会很尴尬 也还蛮自然的 可是就感觉幸福满满 然后真的感恩导师的教诲 地址规的熏陶 就让我开始了解说 自己过去许多不懂事的地方 其实我们对自己 与对情人的这些无意的解读 都是对彼此造成了很多 不必要的伤害 甚至是遗憾 然后这样的看见跟转变 其实对我来说 真的是千金难买 然后我也很感恩 天地让我有机会 就是可以去化解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这样子 然后自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 我就感觉跟家人相处 就有前所未有的一份踏实 就是一份感恩 跟一份自主 然后我在这里 还想要分享前两天 就是刚刚星期五 在我工作上发生的一件 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就是刚刚的星期四跟星期五 我就因为刚好要出差 星期四刚好要出差 我就在车上听了很多遍的 我的太阳 那当时怎么听 我都觉得好像听不够 然后就一直听一次听 可能听了一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结果那天回到公司上班 就继续我的工作 我就觉得其实工作真的有特别顺利 而且我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两年多压力一直都很大 可是从来没有好像感觉那么顺利过 然后那天就觉得特别开心 那我就觉得说好奇妙 这个我的太阳怎么会 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听我的太阳 所以有这个奇妙的功效这样子 那星期五当天我一早醒来 那我就继续听我的太阳 其中我全清的一天这样子 那结果当天上班不久 然后我的厂长就请我去处理一个员工冲突吵架的事情 然后事实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我从来没有处理过 而且我当下也不知道员工的冲突已经到了 就是动手推人然后拿木棒 而且有人报了警的严重地步 那虽然没有经验 那我也只好就下去去到工厂 就帮忙去调理这件事情 然后当下我就提醒我自己不要逞强 也小心不要介入英国 然后我就就好像平时我们上共修 就一直听导师对事情很有挑理的抽出波茧 一层一层的去理清 那我也大略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把事情了解 然后并循循善诱跟安抚各方 然后最后一直警装不放 心里面就起了很多怨恨 然后报了警的一方 然后到最后他也终于明白 然后还可以接受错方对他的道歉 也对他自己侵犯的一方之前这样子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化解 然后厂长到当天放工 他还特地有打一通电话来向我道歉 道歉这样子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奇迹 然后我真的也很感恩 就是这个充分我看到纯粹是因为我只很大而引起的 然后导师对我只对我很大 其实有讲解了不少 那也对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帮助了很多 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导师感恩太阳的公共感恩天地 在这里也祝福大家有个丰盛富足的一年 谢谢景金 感恩 感恩 下来就会自助忍住 然后天主 那我们自己必须先做出改变 那有不同的进步 才会有不同的进步 那刚刚我们导图的这几段当中呢 老师有提到要抓住姻缘 时常谨记在心 请家练习 那这几句话能够好对应到 昨天在共修科导师英语分明 我们必须要成熟的运用超马模式 必须要把它内化成我们的一部分 那阳兵千日 共坚实 所以我们一定要平时好好的未雨绸缪 准备好要如何应考 那境界来临的时候呢 才能够顺利过关 好那非常感恩听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永静的素如姐 来为我们导致分享第十一至第十二段 素如姐请问您在线上了吗 好 请听好 请问这里吗 OK 可以 好 那交给您了 OK 老师好 各位超马交人 大家晚安 现在为大家导致第十一段跟十二段 我们真的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每天眼睛一张开 为您到的所有物质 之所以让我们的生活那么方便 那么实用 所有的东西 你都想回它的原点 究竟是谁给我们的 它的原料是什么 如果你经常用这种观点去做练习 你的心真的会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懂得感恩的重要 越来越能感受到宇宙大地 空给我们所需的这份爱 是那么伟大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 一切的更高我慢 将在你的身边消失于无形 哪怕今天你是家财万贯 拥有巨大的资产 但这份成就 你都必须要将一切的荣耀 擔任于宇宙大地万物的攻击 帮忙 千万不可被世间的名 与利 冲昏了头 糊糊涂涂地过了这一生 哪怕当时是那么的有面子 场面是那么的巨大 毕竟那终将会是一场空 这不是在运用某一种宗教的诠释 口吻来束缚你今生的辉煌 而是一语道破了 宇宙间必须要懂得的真理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 宇宙天地的厚爱 帮助我们不但今生 而且生生世世都辉煌顺遂 并且有着非凡的成就 在这世上 每一件事情的 轻摔都有 都必定有着它的轨迹 看懂的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大多数人都无法解读许多 即将要发生的种种问题 几年前 美国经济市场还是一片火热时 我看见了美国银行 即将好几不败 之后 他们调整了商标 接着美国的经济 就成节节惨败 当时我向身边的友人透露了这些信息 但当时市场上那么火热的情况下 拿来评判这个预言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把两个画面连接在一起 结果 从我的预言到美国经济的衰退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讲的我真都依依应验 感恩 读了 早读了这两段 真的自己心里有一些感觉 感触 我进来 我进来超马 大家好 我是永俊的素如 不好意思 那 进来超马到现在 其实真的 超马帮了我很多 因为以前进来超马之前 身体状况虚弱 身体状况不太好 那进来超马之后 因为 上了老师的课程之后 能量场提升 它帮助了解决我很多的 很多的自己本身的问题 生活地上各方面都有转变 那今天早读到这两段 那又刚好这一段 这个章节它是 安景服下救命丹 那就来跟大家分享 跟这一段有相关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心得 因为在2018年这一年 其实我在解决我自己 这个很大的因果问题 我的家人呢 就我父亲跟我大姐 那他们现在因为是 两个人室友住在家里 那我们是住在附近 那因为我大姐没有结婚 所以她是长点在照顾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身体比较不是那么好 那 小时候因为我跟我姐呢 我姐的个性她比较就是正义 她是属于正义之士 容易健义勇为 那我的个性比较柔弱一点 我做事我处理事情的方式 会比较去向那个 柔性的去处理 所以有些时候她会比较看不怪 我的做事方法 那 其实她很照顾我 她很照顾我 只要我有什么需要 她都会帮我 可是在2018年这一年呢 真的经过很多的考验 那我学超马之后 因为她自己本身有宗教信仰 那我以前也是有 跟她一样的宗教信仰 可是后来学超马之后 我觉得超马能够解决的问题 要实际 所以我就直接转跑道 那可能她比较不习惯 再来加上说因为我父亲的一些状况 我在引导她的时候 我父亲比较能够接受我的引导 那对于她的引导 对于她的一些要求 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认同 或者是说比较跟不上 所以她到后来对我的态度 就变得比较不是那么样的好 那曾经就是 曾经就是 对我就是会咆哮 那有一些动作 或者是言语上 会比较粗略 曾经她就 因为一些事情不开心 就打电话来骂 那骂了一个小时 那我也不太敢去跟她冲突 因为我知道 我回水的话 也会问题更大 所以我就在电话中 唱了一个小时的感恩式式记给她听 因为中间电话有断掉 那她就很生气 为什么扩她电话 那不能扩电话好 那她就唱 反正式去给她听 她了一个小时 她自己就放掉了 那她后来有一次呢 回家去 那因为我父亲 她 跟我父亲的关心 其实也有一些 因果上的问题 她很关心我父亲 可是她就看不到 她不能够接受我父亲的一些习性 她只要有一些 不顺她的意 她都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 那 我 有一次就是 回去那她又 又不开心 那又 因为我父亲一些 不顺她的意 那她就把对父亲的气呢 转气 气到我身上 因为她认为说 她认为说 她认为说我父亲比较平稳 所以她就会 她就会很生气 她就 就真的是 还把我的蛋蛋机丢到外面去 还把我的手机拿去藏起来 然后 可是我没有生气 因为在那个当下 我只想到一件事 我觉得 两个系统在对峙当中 我那时候心里只有想到一件事 我不能让老师丢脸 那 以前她学那个系统我也学过 我也不至于像这样的态度 可是 我知道在那个当下 她是被她的破能量给控制住了 我认得她是我姐姐 是在那个当下 她已经不是她了 所以我会回到源头去看 因为她以前不是那个样子 是因为在那个当下 自己情绪或是不做 所以我并没有跟她冲突 就是让她去骂 那她以前就是 一骂我就会害怕 那我一害怕 她就比较会收手 可是在那一次 我并没有感到害怕 我就是让她去骂 我不跟她吵 那她连续几次这样下来 结果她发现 她这样的态度对我没有用 对我没有用 因为我都是不回嘴 我不跟她吵 我只告诉她说 看到你这样 我会更感恩我们老师 我就是这样跟她讲 只要这样火气一来 我就跟她讲 看到你这样 我会更感恩我们老师 那她在骂了大众 我就会感恩她 她一开始会觉得说 被骂说 反正是假 可是我觉得说 我不管你怎么对我 因为我认得你是我姐姐 那个当下 她已经问我不是她自己 所以到后来几次之后 她后来她不会再骂 因为她正用这种方式没有用 所以就像老师所说的 我们用我们手地指挥的方式去对待 一次 两次 三次 几次之后 她自己会觉得 这样的方法没有用 她没办法点燃我的战火 而且更妙的是 就是在她很很咆哮的情况下 被她骂的状态下 我发现我的周围 她有一股热气 她有一股很神奇的热气 就好像我们这个章节后面 所说的必灾心法 她说到 有一个保护者 天一无共的保护者 好像就是在保护我们这样 我有感受到这股热气 所以我知道 天地导师有在保护我 所以我就没有害怕 那几次之后呢 她真的 她就不会再这样骂我了 那后来呢 因为就在新法中 有做了一些忏悔 因为知道这都是一些因果问题 那到后来 后来呢 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好了 不会像这样 你看到就骂 你看到就骂 那前一阵子呢 还拿东西给我 我也会拿东西给她 感觉上感觉又比较好了一点 像之前那样 去年这一年真的是挑战很大 但是因为老师教我们要守地址 要有爱与感恩 那全部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把它回到原头边去 我就是紧锁着她就是我姐姐 虽然那个态度我不能接受 但是她是我姐姐 她曾经对我很好 所以就这样子我就忍过去了 就忍过去了 那真的很感恩老师的教导 感恩说有机会上导师的各种课程 那才能够帮助自己 把一些习气慢慢的退去 把一些我姐慢慢的消化掉 那才能够避开这样子的那种 大的考验 要不然如果以过去自己的个性 真的会伤心 会难过 不知道又又又又又又又 什么样的钻不出来了 那真的很感恩老师 感恩我们这一套系统 帮了我很多 度过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关卡 那在这里呢也感恩 感恩老师感恩天地 感恩景景 还有感恩大家 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机会 以上是我今天的心得报告 感恩 非常感恩 速如姐的导师也分享 那真的很感恩老师的教导 也教会 那很时候呢 心有不得反求足迹 自己一定要先做对 那一定要把这个地址规呢 100%的核固 固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呢 我们的生活境 都蕴藏着许多的信息 所以当我们静下心来 仔细去觉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 生活的境所带来的讯息 到底是什么 那老师也常常告诉我们 生活的境就是我们修行的成绩单 所以一切呢 就如同我们讲的 第二段一样 它都有着它的轨迹 所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如果我们的生活中 有了一些是不圆满的 那就代表我们 它有进步的空间 要继续努力加油 所以这个正确的逻辑 关联真的很重要 那在这里呢 不要紧紧提悟到 反主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 也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 好 那非常感受简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东马山达根的秘密 来我们导谷分享 第十三和第十十段 呃 喂 紧紧姐 听到吗 有 有 非常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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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好 交给你 感恩宇宙的导师 感恩宇宙的导师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国际网络 圆满人生亲会 感恩紧紧姐的邀约 全球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秘密 那么现在秘密为大家导读 第十三 十四段 这就好像我们在玩股票时 懂得看图表 就能读取未来市场走向的可能 基于因缘机会的种种理由 让我有 让导师有志方面的能力去解读 许多人没有办法掌控的领域 任何时间导师都不认为 自己有什么样大本事 这一切的特殊本领 本领还不斗 是宇宙天地所 是导师的厚爱吗 如果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上至总统下至庶民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 实时包着不鞠躬的珍惜人生见解 将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感恩 都能自然的随时流露 在每一个地方及每一个时分 那么地球生态的未来才会有希望 也才会有明天 世界末日的传说到底会不会如实发生 导师真的很难回答 千万不要认为导师没有办法看准 而是因为宇宙天地大使被一再给我们诸多进行 以信希望地球人类可以有长进的思维 领受这份不宜得到的圈爱 一再尽量推辞世界末日诸多谣言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宇宙所希望看到就是地球人类的自觉上 可以大步提升到下一个以尘碑 不在谎享受自我阶段性 也许成就 毕竟我们人类在每天科技日新月一的不断发明中 大伙总觉得进步的脚步已在爆炸性的追求声中 不断长向人间智慧的无穷发明 但是不可为言的这一切 但人类的科技成就在宇宙新陈间 成绩还是非常的卑微有限 人类对于宇宙智慧能够达到的程度 究竟在哪个高处还是有许许多多不了解 导读完毕 那么在这里 秘密就是简单为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 那在课程回来 就是准备接受这个那么大的田地的祝福 那么在去年秘密在参加了这个逛的神奇贴抽奖的这个当中 我自己是有参与在这个活动里面的 那么我秘密在这个田园文化东 就是跟美风姐都买下了好许多的这个车的那个帖子 逛的神奇贴 那么其实我那时候呢 只是一心想要送给有缘的人 也没有想那么多 反正就是做就是对的 那么是希望大家也是可以得到田地 还有他公共的祝福 然后让我们在路上都能平安顺利的 那在参加了2019 12月14号 及15号导师的课程 在西马的课程回来之后 那就得到了很大的这个礼物 就是这三十几年来从没有试过的 那么是前就是得知的前一晚上 我就是在这个圆满山的根的圆满人生经贵中 美风姐宣布之后 秘密才得知自己原来就是那么被幸运的抽中了 去这个拉斯维西亚是美国团的幸运儿 那在当下的心情其实真的是很感动 甚至到泪流就是满脸了 为什么呢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 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激 与感恩导师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高攻击感恩美风姐 才有今天这一切的机遇 这仿佛真的是很难相信 但是却是真的是发生了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也就是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才有的奇迹 这一份礼物其实真的都是属于天地的 因为兵不费是秘密一个人就能有这种福气得到这个厚礼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激很感激导师 因为只是一个在这部戏里面的一个演员而已 其实一切都是在学戏当中 还有许多事情 还有更加的积极去实修 真的是很感恩我的贵人 他就是我先生的神圣 我才有这个机会才接触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么棒的系统 然后我也是很感恩美风姐 就是一路默默的指导与提醒 我们要如法实修 带领我们更加了解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到底是真正的学习方向是如何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感恩太阳神的导师的大爱 一直在教导还有帮助我们成长 其实都一切希望我们能成生成血 都是为我们好 那么其实秘密对这份坦言对这份情 这份厚爱也在这里才能拥有 而这里就是超级生命密码 其实真的不要错过这一门 因为真的是我们选对也是我们唯一的路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走入这个美意的天堂 不要再错过了 那在此就是密密祝福大家 随即迎接天地的祝福 感恩大家的聆听 感恩导师 感恩大家 感恩姐姐姐 好 感恩密密的导师给分享 你们说太棒了 那刚刚大家听到密密的导师分享 或许会觉得她的中文发音 那其实密密从她并没有受过中文教育 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自修 那年纪轻轻的她呢 真的是一路走来生活 上个点点滴滴都成就了她今天所有的一切 那真的是在超级系统里呢 只要称富一岛 需要称富于天地 简单相信 天化造作 其实在我们生活生命中呢 有许多大小的事情 都是很突然失误成功而成的 需要实时感恩原点 一切的一切都是天地的赋予 在我们的浴室厂商左右 那怕一切的成就都要谢天 谢众生 谢所有的音乐 好 那非常感恩 明明也很恭喜 明明得到了这个 给她设备加持开的名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上海的清末 来为我们导播分享 那在这个地方呢 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 可是呢 却看到医学人非常用心的超马家人 努力的在学习 真的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现在邀请清末 来为我们导播分享 第15至第17段 景清姐在吗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景清姐给清末这个机会分享 各位超马家人晚上好 接下来有清末为大家党读 讲到这里 顺带一提 2010年发生的一个例子 2010年4月2日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发生了一个7点多规模的地震 在周边的许多城市 都明显感觉到地震的威力 在地震过后的几个月里 如果你去查 不够的搜索档案记录 你会发现 从4月2日 美墨边境的地震第一次发生 有无数的雨震 而且频率非常的高 一直在边境中不断的发生着 雨震的强度 大多数都在二级到五级不等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其中的七桥 是否有人知道 宇宙对我们的厚爱 本来4月2日这天地震 是一个巨大 而且伤害和损失 都是非常惨重的灾害 但是基于某种理由 大自然推迟了这次灾难 而且把这次灾难 本来要发生的能量 引到美墨边界 这个人烟不是太密集的地方 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以及各种损失 很少人可以 试透其中去感念 宇宙的大恩大德 真正做好宇宙 希望我们地球人 可以做好的诸多本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立刻散播感恩与爱 这两颗重要的救命单 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全球串联 积极的立刻发起各项真心活动 来挽救现今地球人类 在物质上 心态上所产生的诸多不能量 不再继续影响大家未来的前行 在美墨边界4月2日发生地震之后 地震学家曾经发出警告 在加州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地震 这个问题 也有人不断向我求证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我实在很难回答是或不是 因为 现今的我们真的是这出 舞台剧的导演兼演员 我们能不能够立刻的紧紧 并且转向到宇宙天空 希望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就将是一切传言 会不会发生 是不是成真的决定点 还记得我在前年的章节所讲 世界万物与宇宙间 相对一切都是活的 不是死的 我们人间每一个人 每一鸟 所想的 所决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变成像是失调的结果一样 赞成或反对的声音 不难被宇宙天地惊喜地察觉到 所以 地震会不会发生 天灾会不会发生 世界末日 传言的种种事迹 会不会 如实地掩陷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里 我要以最沉重的心情向大家报告 决定的主流 力量就在于我们现今地球人类 自己究竟要抉择哪一个方向 和我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 所有的团体还认为 诸多传言或结论是某种作秀的话 那么 我真的很难看到我们未来的发展 会达到哪一个阶层的光明面 轻弱导读完毕 接下来轻弱要分享一下 自己进入超马这一年来的进入冰晨 轻弱是去年三月底的时候 拿到这本超马的书的 当时轻弱拿到这本书 就是翻开的时候 感觉这本书里面很多的一些内容 都很相应 就完全没有一些就是质疑的那种感觉 就当下就很想要 赶快的就是对心法这一部分 想要快点做心法 所以当时就会在笔记本上面 就是把这个心法抄下来 但是也很感恩那个台湾的超马家人 告诉轻弱就是第一道第七章 要读三遍以后才能够做心法 所以在这三个月的摸索的学习中呢 轻弱在各项功课还没有完全做的情况下 就借到了签递给轻弱的很多礼物 过去轻弱其实在曾经的二十几年前 身体就一直很弱 就精力一直很不好 一直会觉得睡不醒很疲惫 可能也是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 所以一直会很注重养生这一块 就每天晚上可能九点半左右就已经准备睡觉了 十点钟是一定要就是上厨睡觉 那早上可能要睡到七八点钟八点钟 醒过来以后整个人还是觉得迷迷糊糊睡不醒 就中午的时候还要睡一个午觉 才能够继续下午的工作 这个精神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只是困扰着轻弱 因为你的我的精神状态就没有办法 让自己很积极的面对工作 还有面对就是人事物 因为没有这个精力 也没有这个体力很积极的对应很多的事 就很多时候就有点消极 或者是说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 就想算了就这样子吧 就有一点提不起精神的这个状态 那轻弱也后来学习了超马以后 才知道这个其实是因为轻弱被负能量所卡住了 那因为通过学习超马 然后学习心法和负能量的一个和解 感觉到明显的负能量在轻弱身上有松手 所以之后就是在学习的超马这个系统之后 轻弱的生气精神精力 就明显的就是感觉是突然整个人都松下来了 现在每天晚上就差不多也是十二点睡 早上六点钟起来也就睡个六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也是可以很精力充沛的面对一天的工作 一天的一个人啊 还有复杂的事情都可以积极的面对 所以轻弱也很感伦至宇宙天地给轻弱一个身体的一个变化 还有就是在轻弱去年刚刚接触超马的时候 轻弱家里面正好是在装修房子 当时的时候就完全是不知道怎么样下手这个房子的装修 那也是感觉很机缘巧合的 轻弱在网上随便就找了一个设计师 当时是那个价格是最便宜的一个设计师 也就是那种无心材料的那个机缘 轻弱有事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天地给轻弱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设计师也是非常的给力 帮助轻弱一家方方面面不仅是家里的整个一个格局的变化 还有施工队然后就是材料什么都是帮我们家里面就是用最便宜的一个价格 达到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那在装修半年装修结束以后 轻弱到这个非常满意的这个家的进去以后 有明显的感觉到是宇宙天地给轻弱的这份礼物 真的我们一家都很满意很感动 那因为以前的家是冷冰冰的父母和轻弱也不交流 那家里面也是乱乱哄哄的就很乱七八糟 东西都堆的乱乱乱乱糟糟的 那现在整个家里面就是格局也很很干净 然后父亲和父母之间的一个相处也是一个很融洽的一个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家 所以这个感觉真的是因为进入了超马以后 一切都是有了天地的祝福 方方面面都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在超马修行前呢 情弱心里是有浅浅的结 怎么都打不开 身体也不好和父母也不交流 工作上和每一人的老板都处不好 情感在跌入最低谷的时候 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还进了医院开了道 在别人的眼中 情弱是幸福阳光的 只有自己知道 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 情弱是把自己的新闻关闭 不愿意与人交流 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黑暗的角落 每天都是日子一日 索然无味的过这个所谓的一个行尸走路的生活 那进入了超马 学习了超马的一些观念以后 然后整个感觉是有被太阳祝福到 所以现在每一天都是过得很踏实很丰盛 那真的是感恩超马 让情弱现在就不再空虚 所有的心结也打开来了 那情弱在此再分享一下 去年的6月份和12月份这两场 那个参加导师的两次大型活动的一个 心得的一个分享 在6月份的时候呢 那个情弱和那个朋友 就是上海的另外一个超马家人 还有他儿子一起参加了导师的一个天地恩情 总是爱的这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 那当时在现场那个活动的时候 轻弱就是有被很多超马家人上台的那个分享所打动 因为他们分享的那个自己的一个人生真的是各种的苦 有身癌症的有失被前所就是经济困扰的 而且有些就是年纪很大 已经快五六十岁被那个生活的很多的一个打击 就是打压的已经感觉是完全的没有站起来的那个能力 当下就是情弱就突然了悟 自己曾经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那么苦 那么的就是很倒霉的那个状态 那其实明明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很富足 很就是被很多的人关怀的一个状态下 但是自己就是不知足 那看看其他的一些被就是 其他的一些年纪那么大 然后又被扛住的他们的他们的那些苦 那轻弱的这些苦又算什么 所以当下回到上海以后 轻弱就觉得自己是很富足很知足的一个人 那也是通过了当时的一个学习 更加就是笃定的一定要做导师的十三项功课 所以六月份回到上海以后 轻弱就更加精进的一个就是学习弟子规 然后也是很认真的按照导师的说法 坐在那个笔记本前面 然后就是一边看弟子规 一边记录下来弟子规的每一条重点 然后就是这样子 还有就是写心得 这样每天和自己有一个交代 一个内心的一个交流 所以通过这半年来的一个学习精进 亲友也觉得自己的一个逻辑观念 一个就是智慧也有慢慢的在打开 那去年12月份去马兰西亚参加导师的一个 《财富秘籍秦丰年》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 导师也是在课堂上面对于一个 《敏恩仇》这个歌曲有做了一个解释 那当下亲友就突然就开悟 就觉得有什么人事物 有什么恩恩怨怨可以放不下的 那我们今生的这一辈子 就是想要和所有的 之前没有圆满的一些人 那今生就是要把这一份的不圆满来圆满 这就是亲友当下的那个决心 就是要把所有的不圆满的一些人的一个关系 都处理圆满 那当时也就是慢慢在导师的一个刑法的带领下 当时的有一个卡住的一个人 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恩恩怨怨 可能当下也是通过导师的一个刑法的带领 慢慢的就很自然而然的淡掉了 化解掉了 亲若也了悟了 就是别人辜负自己 那是别人的问题 但是亲若此生绝对不能够欠任何人 任何人的一点点滴滴 要多付出不要太计较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说 亲若在6月到12月期间呢 在就是分享超码的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就是可能新门没有开 不敢和别人分享太多关于超码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大意 只是会把书给到一些好朋友那边就让他们看 就很很害怕和别人分享超码这一块 那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 亲若也是很积极的就是和各种朋友分享超码的一些内容 一些书的一些就是亲若自己的一些提物 那在慢慢的这个分享的过程中 亲若也是感受到自己在分享的当中 自己是有提升有学习到 然后也很感恩天地 就是慢慢的把一些有缘的善良的一些人 一些好朋友都会慢慢的牵引到亲若身边 让亲若有这个机会来分散超码的这些内容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天地 很感恩导师 很感恩超码系统 让亲若觉得真的是人生真的是有了一个翻篇的新的开始 也就是很感恩景欣姐给亲若这个机会分享 感恩大家 感恩亲若的导读与分享 那真的在12月份手里面看到亲若 真的他是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人 那真的在天地的爱与祝福当中 每个人有爱的子论生活 生命也变得更加的圆满 那听着亲若的分享呢 也可以感受到他家里有满满爱的能量 也多了一份的温暖 那真的要紧记导师的教导与教诲 要做个不负人的人 那不要不负自己 不要不负导师 也不要不负天地 那在昨天的供求课呢 老师也有提到 现在呢是全世界选边站的时候 而决定选呢 其实就是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 要把自己修好 把自己的心地修好 发光发热 再来负责社区灵灵 那真的感恩老师 今年的夏季呢 将会来到揚州 为我们主办夏季 世界选择讲演 那节目呢是 《言满爱群青想要不绵延》 那在台湾呢 两个场次就是 6月6号在领口体育馆有大型的音乐会 6月7号呢是实修实作课程 那地点是在台中 那另一场的大型医院会呢 将会是在6月20号 在高雄达安馆 那同样在隔日 6月21号呢 有声进入账案 同样是在台中 那马来西亚的家人 还有新满地区的家人呢 就是7月18号 是我们的大型医院会 隔日呢是实修实验的课程 那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这个非常非常难的音乐 把握跟老师一起相聚的时刻 一起邀約我们的家人的朋友 走龄幼顺 亲朋好友 都来参加这个大型的音乐会 还有这个实修实验的课程 那优惠配套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欢迎大家呢到包网去多了解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台北的诗信 问我们导读 接下来的第18至第20段 一起做分享 嗯 请清洁好 请问有听到吗 有 非常清楚 好的 那 导师好 主持人好 以及缺球的超马家人 大家晚安 现在是新来导读第18段到第20段 反之 如果我们的智慧上时间 可以领受到我们的使命 我们大家在地球舞台上 生命共同体的一份力争上楼的迫切 全世界的人都能赶紧霸架 自我的身段 大家不分你我的 将世间人类本来就应该扮演好的角色扮演好 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世界末日传言中 对我们心态上种种的威胁 作而言不如其而行 赶紧发挥人间的感恩与爱 把这份重要的教育 用各种管道 以最迅速的时间 传达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而且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真心赞同 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 去营造地球上一份特殊的正面能量 去挽救可能即将发生的危险 我们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 我们不懂的事太多了 我们不要再拍着胸部 认为自己是万寿之王 是一切事情的主宰 因为这个观念只会害了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坐下去等死 直到二号传来 宇宙的智慧大家很难了解 但我要大家知道的是 它所拥有的剧本 绝对不是我们人间可以撰写出来的 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都讲发生地震的原因 是地底下的能量聚集 以及地层板块种种相互之间的关系 你可知在宇宙间 地球地底下的这些能量 宇宙有足够的能力用无限电的方式 将这些能量都吸回到宇宙区域 而且宇宙也可以灌进能量到地心底 这个动作对于宇宙智慧来说简直比吃饭还容易 但是人间的我们又有几个人 知道我们在宇宙间实在是微乎其微 所以不懂感恩 不懂爱 不懂得把宇宙的这份挚爱 善于利用的人 在未来 就很难得到宇宙天地间的倍加合乎 我们实在不得不更加谨慎 在人间 大多时候都是要等到事情发生后才会警醒 再彻底地做一些防御的工作 但隔了没多久 又忘了从前的痛 我们不但在科技发明上要日新月异地不断进步 而且在心灵智慧上也得有不一样的突破 才能够抓住宇宙自然间 希望人类在人间舞台上扮演的各项角色 聪明的我们必须知道这现今的支援中 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变 也不过就是三四次元之内的游走而已 但宇宙行程间 比我们现在所拥有次元的这份场景变化可要大出许多 真的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 既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次元 那么多的装备 就必须真正的明白高于我们次元的宇宙体 所希望我们绞交的成绩单究竟是什么 如果一心想要挑衅宇宙自然间的机制 到头来地球人类只会是输家 这就好像是父母希望孩子所交出来的成绩单一样 如果迟迟达不到一定的成绩 必定会受到某些惩罚 这是一样的道理 诗心想要分享一下在第十八段 老师有说到 现在就是我们要不分你我 要扮演好该扮演好的角色 就是我们在人世间要怎么样去落实地质规 以及将我们的爱与感恩 谱传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 其实说到这里就真的很感谢殷奇姐 因为当时殷奇姐她在遇见到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她就非常的感动 而且她就很快的把这本书分享给我的母亲 那也因此 因为母亲的学习整个翻转了我们家的整个的气场 以及我们家人互相相处的模式 因为其实家人之间没有到会吵架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起叫说 为什么哥哥他不帮忙怎么样 或是为什么我都做这么多 就会有这种怨对的心出现 但是当我们去把地子规真正的拿来读的时候 就会发现自己怎么会这么 就是心量这么小 心眼这么小 应该是要将自己来放大 把我们的高度拉高 要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 来将这件事情圆满 所以也真的很感谢因为遇到的筹码 打破时心 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相处的模式 以及在不断的调整中 让自己发现说怎么样可以更好 然后怎么样可以将遇到的所有的课题 来一一的化解 那在第十九段 老师这边有提到说 我们太过于渺小 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 所以不要再拍着胸脯 认为自己是万寿之王 那在这边我们就 思心就有提悟到说 我们真的是要浅虚 而且真的是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反求足迹 思心在这段期间的学习过程中 其实最多的练习就是反求足迹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对 然后 这边事情还想跟大家分享 导师有在我们的官网上上架一首 叫做那一年的精彩轮转 那这首歌当时思心下载来听之后呢 当时是在做一件就是 比较需要专注而且比较复杂的事情 那就发现当把这首歌播下去的时候 事情它就很自然而然的开始很顺 然后开始让思心的整个思绪都很清晰 可以很快速的将这件事情完成 所以就是也跟大家推荐可以下载这首歌来做聆听 那以上就是思心的分享 谢谢大家 看思心的导播也分享 那在超级神秘密码系统里学习呢 真的每个人呢都成长蜕变了 那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只要我们不怕实修 不怕甚至导师所教导的方法 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 那导师在超级修行密码这本书呢 我们有提到回报天地宇宙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自己成为一个创造正能量的人 引领更多世人创造正能量走向正途 那每一位超级家人 超级小精兵都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网路上一起来共振 大家都是点线面串联起来 那今天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家人 那当我们把这份爱串联起来的时候 这个地球突然就更加的有希望了 那昨天导师在共修科有提到 我们要好好的抓紧时间 逼得无法精进 要无法综合与天地共整 同时呢也为我们自己增加配备 而且这一切呢都是直接自动下载的 都是直接倒入的 所以随时随地打开新闻 轻功努力地去学习 好非常感恩私心地打读与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来自吉隆坡的Ratio 来我们打读分享第21至第23段 那Ratio呢在十一份的课程回来以后呢 送到了一份非常大的礼物 那我们就有请Ratio来往我们分享他的喜悦 每一分手请问你在线上吗 好 老师好 好 厨师好 有些不太清楚 嗯 好 嗯 不太OK 你要从外太空回来 现在比较好了 好,那我们稍等分手一下 稍做调整 但它在的位置呢 可能手心不太好 那我们就稍等分手一下 那在老师还没有来到 亚洲地区之前呢 我们在台湾全省各地 还有新马地区呢 也是会有爱与感恩 进行分享会 那在3月8号呢 我们将会有一个外人工整的 爱与感恩进行分享会 在台湾北中南 还有马来西亚北中南 还有新加坡都会同时的进行 那新加坡呢 将会首先主办爱与感恩进行分享会 就在3月1号 那在两个感恩导师 感恩庭迪奥 这个机会呢 可以在爱的殿堂中呢 共证 那在我们社区里面呢 也有幸福加油 但就是台湾全省各地 和新马地区 都有大大小小的圆满人生经营会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 要来把握这个机缘来参加 好 那我们谈到瑞兽上来了 谢谢大家 我希望能看到 谢谢大家 我希望能看到 《高度线留审则》 我希望能看到 我们希望能看到 A手,請問你在線上了嗎? 好,請先來為大家導讀這兩段,待會微手上現在請微手來做好的新的分享 第21段開始導讀,從今以後,明明之中必定會有一番新的氣象,一個新紀元的產生 能靈活是不是能夠在這場考試中順利入關,就要看我們現在從這一秒開始 在自己的生命推變中,究竟選擇了什麼目標和角色? 現在沒有太多時間再發表每個人的高見看板 一切就如同我前面所講的,到底要或不要,決定權在於自己 一旦做了決定,後果就必定要自己做最完整的負責 不但要在這一個時刻想清楚,你現在要做的決定 正是你深深深深都不會感到遺憾的大智慧選擇 千萬不要在這一時刻裡,你傻多的一切都不在乎 隨著事業的增長及演變,等到下一個境界來臨時 你才來後悔為什麼自己原來那麼的大意 流失了那麼多的機會去打造自己另外一片燦爛的人生 在心中我牽扯期盼年年數個平安年 每個年頭的開始,我們人人更有智慧地去面對 新紀元的許多挑戰,以及履行種種的責任 在這裡,我與眾心長地提醒所有有緣人 解脫傳說中世界末入災難的生命密碼 不是你過去所讀的千金萬點 而是愛與感恩這兩個重要的密碼 你必須要立刻拿起來消化掉 而且把它傳給世上需要的永遠人 愛與感恩不再是傳統宗教裡的訴求 而是地球人類必須在現今 十分要做決定的兩項唯一 要或不要,沒有別人可以逼我們 但是,現今的你絕對是有權利去掌握 未來是你的開創機會 你一定不要輕易地將這難得的兩項密碼 一股腦兒地從你的手中流失掉 這一次的抉擇不但是為了精深 而且是為了你從過去至於現在 未來的一個重要決定點 千萬不要從我們在一起的寶貴團隊裡走丟了 感恩與愛是在新紀元裡兩個重要的共振職場 我們現在還有時間 為什麼顧多家真心充分練習 並熟練 成為自己身身世世的一份 那非常感恩老師在這兩項對我們的音音叮嚀 那這也讓景景想到了昨天在共修課時 老師一直呢 語重心長能提醒我們 要好好地辱把師兄 那在太平天盛世的時候呢 真的是要把握機會 你會好好地提升自己的活口 未以索磨 好好地累積這種歌財 不要等到境界來臨的時候 才垂鬆順足 後悔莫及 因為千金難買早知道 那早事呢也一再地強調 要把弟子歸 100%的融入生活 要把禮融入生活 那過去呢 許多的恩怨情仇呢 都是因為自己的高度不夠 那在與人相處的時候呢 解下了這個恩怨情仇 那同時呢 把弟子歸融入生活呢 也是幫助我們去應考 只要我們真心的落實能量感恩 而在這裡老師也提到了 愛與感恩呢 是地球人類必須在現今時分 做決定的兩項為一 好 那我們看為什麼不在線上了嗎 請進 你好 聽到我聲音嗎 有 啊 老師好 呃 請進好 呃 那 請進來分享你的心得的部分 還是還有 呃 如果有這兩段你的感悟 也歡迎您登下 好的 不好意思 剛才一個陷入的問題 然後呢 呃 在這三段裡面 我覺得 其實 呃 導師講的非常的對 就是 一切都是愛與感恩 還有要與不要 然後呢 就像我剛接觸超級生命密碼 就是在三年前 然後非常的感恩 每一杯手 你是不是按到了 手機 駛星 可以 多寂寞 陳苗 每一遇到你的聲音 May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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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违章 注视着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 心中感念书中 所有的违言大意 把自己带到下一个 里程碑 而心生感激 感激之情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这时观想着书中的种种道理 变成了许许多多无形的经典群 冲刺在书的内外 书的精光聚集得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浓得让自己看上去 已经有些刺眼 这时 书的精光 开始变大 开始慢慢的变大 一直大到和自己的身体 一样的大小 这时 书的精光 开始挪移到自身的位置 和自己心中的星光 合而为一 两者完全相融在一起 这时 自身从头到脚 感到一股强而有力的温暖感 振作了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接着 观想身上的精光 随着血液的循环 一直在循环着 循环着全身上下 而且在血液中 精光所跑的速度 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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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速度快到变成一团火 除了在全身上下 不同的位置 一直运行着 而且精光运作的能量 早已在心中 运化成一个火球 生生不息地运转着 由于自己 平常在感恩与爱 这两大事情所做的练习 以及付出 不遗余力 所以心头上 这团火球的频率与品质 已经达到一种 炉火纯青的特殊频率 这个特殊频率 在这时 足以能够吸引天空上的太阳 在频率群中和自己心中的 这团火球 一样的相同频率 下时间 太阳迅速地灌进了 精光能量到自己心中的这团火球上 而心中的这团火球 因为太阳的能量灌进 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球 球 行后来大到 如自己的身体一样大 并且超过了身体的大小 把自己的身体 团团地包住 前后左右 四方上下 都被这团火球 扎实地包住 而为自己产生了一个 天衣无缝的保护层 外界所有的状况 都不能够伤害自己的身体 也都不能够破坏 这团火球的保护 当你每天在爱与感恩 这两件大事上 做得越多 做得越踏实 身上的这团火球 也会因为正向能量的累积 和吸引 火球的大小 以及密度 也就会随之越来越大 当做这 练习达到身心一种 特别的舒爽 踏实 满心喜悦 以及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地感受其中 或者想要结束这项练习时 只需要深呼吸七口 慢慢地眼睛违章 并且真诚地感谢宇宙的爱 同时鼓励自己 再接再厉 在爱与感恩的落实上 真心上 传播上 会有更多更好的成绩 在这本书里所教的所有心法 读者只需照着书本的 教导 真心感受 勤加练习 不可 也不必 拜师学矣 只要一心制成 必可广邀宇宙有情 冥冥中 渐进之道 一切皆以真心感受 若有任何进步或奇迹 一心 感恩宇宙的加持 并更努力推广本书 绝不可 妖言或众 自毁前程 切记 切记 另因宇宙 受寄之由 你手上的这本 超级生命密码 绝对 必须要是原版的 千万不要抱着 盗版 或复印本 影响前行 当你认知 生生世世的修行 是种福气 对灵命的成长 很重要时 这就是一种正面的提升 太阳升的导师 感恩 大家晚上好 我是台南的邱禅 由于刚刚参加完 我们台南超马家人的 尾牙聚餐 那现在又可以 跟大家一起在空中 一起共振 满满爱的能量 秋产真的觉得好幸福 那秋产加入超马 一年多的时间 事实上 我是整个的身心里 全方位的都脱胎换 一切都改变 进步 而且提升了 那首先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婚姻方面 因为以前 那我先生他是加入超马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那以前我跟我先生 因为我没有修超马的关系 那我们两个就是很容易天天吵架 然后互看顺眼 那现在因为进来超马 因为我也进来超马实修之后 那现在的就是现在整个的生活形态完全都改变了 我们现在天天都是互相的鼓励对方实修 那在超马里面 那在超马里面 那我们不只是互相的扶持鼓励 甚至我们更希望对方可以成胜成嫌 那在家事上我们也都互相的协助 那财务上就互通游 那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 那现在我们更可以讨论 许多形而上的一些问题 那可以 真的是可以当对方的灵魂伴侣 已经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 那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 超马 他不只改造我自己 也改造了我的老公 那现在我的先生他是越来越有智慧 而且越来越有品味 然后变得越来越的越加机灵 那所以我们的相处模式上 都有了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改变 那另外我的自己本身身体上的改变 那就是因为以往我有很严重的失眠 那那我失眠的严重的情形 是我已经吃安眠要吃了好几年 那在我的认真实修超马之后 而且参加了美国的 拉斯维加斯的精进班 那当时我记得是去年过年团的时候 那就是老师有一个课程是拔骨 那在这个拔骨里面我就写下 就是我有很严重的失眠 那很神奇的是在这个拔骨之后 真的我就完全摆脱了这些安眠药物的行列 那不止不只是不会失眠 根本我现在都可以秒睡 那我只要沾到枕头真的很容易就睡睡着 而且睡得非常深沉 那这个睡眠的充足也造成啊 因为以前我的睡眠不足 那导致呢我越来越严重之后 所以我以前有很严重的免疫系统的问题 那我有很严重的贫血 低血压 那体力不足 气血不足 然后有严重的过敏 那所以我是经常的在感冒 那我现在真的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些困扰哦 那我每天都因为超麻 然后因为就是这个内外双孕之下 那我变得很健康 而且很有活力 而且有体力 那因为我睡得好吃的好 然后睡过敏就都好了 那感冒自然也就少吃又少 那这个是身体上的改变哦 那我家庭上的改变啊 那因为我跟我先生 我们两个有在食修的关系 那渐渐的我的公公婆婆 他们也都进超麻来食修 那一家和乐融融 那我们也没有婆媳的问题 那我有一个小朋友 那儿子呢 最近啊 也是渐渐的都会来精英会做学习 那我发现他也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听话 然后他也参加着老师的各项的活动 那所以家庭 秋产的家庭的方面 也是渐渐的就是越来越圆满 那像财富的这方面啊 我在参加了这个老师的12月22号的财富密警 庆东志之后啊 那我也有收到了天地的给我的礼物 那因为以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 那他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忽然就给我电话说 他要还我一笔钱 而且这个钱是 其实原本我只是 只是借了他大概是六位数 那他居然是要还我七位数 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别啊 几乎是我一整年的薪水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老师的这个每一样课程 真的我们都不能落掉 一定都要去参加 然后每一个课程啊 回来真的我觉得 有很多超码家人都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天地的礼物 那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财富 那我觉得真的很呼应哦 那我觉得秋产也是很受到这个天地的祝福 这样 然后参加了 我其实加入超码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那真的我真的感觉到自己 在这个内外双运如法实修之中 那真的全方面 全方位的渐渐的越来越富足 那我的身心灵啊 也是更加的聚合 那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喜乐丰盛 又富足 那接下来啊 那2月1号的美国进阶班 那我要再次的去参加这个 拉斯维加斯的进阶班 那非常非常期待 可以跟老师一起在 今年度有在一起过年 那也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 可以提升 那个自己的灵命 那让自己今生 也就是像老师讲的 这个我们是承报班啊 那希望今生就能成胜成险 那我这里 在新的一年 也祈愿大家都一起努力 然后在这里 我秋彩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2020年 幸福喜乐 然后祸福绵绵 感恩谢谢大家 感恩就想紧的感恩 感恩就想紧的感恩分享 还有祝福 那真的一个人的幸福跟进呢 就在爱与感恩之中 让我们懂得爱 出会体验到自己的价值 处处念恩 我在霸王的心境之中 内心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充实 那在这里呢 仅仅也想跟大家分享 一句太阳心语 那老师有说 修行是什么呢 是确实一步一步落实 爱与感恩 落实到某一点的时候 修行就已达到一定的过后 那其实修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复杂 它就是修正我们的无极观念 修正我们的言语行为 修智慧 那这些点滴呢 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灵魂 记忆体当中 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调整修正 那把这些data重整的时候 就会把我们的心灵杂质给去除 那智慧 这个灵魂层的智慧也就提升 那灵魂提升 所以我们此时刻上呢 都要含养正气 点亮我们的心光 得光 让这张灵灯呢 长存 而且 它是深深适适的化灵灯 那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恩老师的教导和教会 感恩一切的人数 让景景有这个足迟的机会 那也很感恩 与会的家人同学的分享 让景景学习的很多 那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 国际网路圆满人生经营会的学习分享 期待下一次 再次与大家同中相会 非常感恩大家 那也祝福大家 淼淼临赞生命 淼淼丰丰盛幸福 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 荣誉新年快乐 年年都是大年初一 感恩大家 爱的祈祷 爱的祈祷 祝福祝福 祝福大家都好 祝福快乐 从没烦恼 彩雲多到不耀 身心从来不老 自在开怀 甜蜜长包 好运总包到 世界太平阳光普照 男女老友乐逍遥 得知福心高快乐不少 时刻有爱社会计照 青山绿水无限美好 好多祝福 归人常扰 用爱的祈祷 常回心一笑 爱像纸包一套套 直到天荒地老 爱的祈祷 圣上爱的祈祷 祝福着大家都好 幸福快乐 从没烦恼 彩雲多到不耀 身心从来不老 自在开怀 自在开怀 甜蜜长包 好运总包到 世界太平阳光普照 男女老友乐逍遥 男女老友乐逍遥 得知福心高快乐不少 时刻有爱社会计照 青山绿水无限美好 好多祝福归人常扰 用爱的祈祷 用爱的祈祷 常回心一笑 爱像纸包一套套 直到天荒地老 世界太平阳光普照 男女老友乐逍遥 得知福心高快乐不少 时刻有爱社会计照 青山绿水无限美好 好多祝福 好多祝福 归人常扰 用爱的祈祷 常回心一笑 爱像纸包一套套 爱像纸包一套套 直到天荒地老 直到天荒地老 爱像纸包一套套 用这爱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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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建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